那我们今天要干什么 破迷开悟啊 这个东西要行啊 破迷开悟是最好的方法 像我们现在 知识分子 天天的打开今天来 讨论分享 这个最有利益 那我们大车大悟不行 像我们真正法 理论上都知道 就是放不下法 大臣经教上讲得都清楚 放下 见识烦恼就正好地患苦 我们放不下了 放下沉沙烦恼 就是菩萨 放下无名烦恼就成佛了 就这么简单的 古人比喻说 放下徒刀立立成佛 那个徒刀是什么 贪嗔痴 贪嗔痴 完全 违背了 信德 让我们自信里面的功德 一样都透不出来 功德都变成造罪 罪业 所以他比徒刀还可怕 古人把他逼成徒刀是有道理的 徒刀是造罪业的工具 那么贪嗔痴就是 所有一切罪业的时候 都离不开了 真正明白之后 才慢慢许 这就真做功夫 修行 顺经不谈 逆经不成灰 对于一切顺逆经 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那就是不迟 这叫什么 这叫真修行 方法 什么方法都行 这八万四千法文 无量法文 只要你用的对了 就是 境界限起 称心如意的 不谈 逆经现起 对我非常不利的 有事 重大伤害的 不成灰 因苦 清清楚楚 这就要真意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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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要真意修行